嗯 嗯 哎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柳西元 你想造反呢 柳氏集团的总牧里干床 我们只是来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柳氏集团 哪轮得上一个外人说话 你也不行 你 你们 到这来 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我的户口罐 李政局跟校园李政 西元呢 你还真要嫁给这个废物啊 妈妈已经帮你误色了很多上层家族的公子 论哪一个都比他强百倍 听妈妈的话 赶紧跟他断了吧 你这样子 根本不配做我的母亲 废物 啊 我把户口罐给我 我一把我点了你 我去大楼 行了行了啊 拿着股口罐给我滚 给我滚 记住了 从此以后 你再也不是我们柳家的人了 爷爷 您真的要如此决心吗 是你 硬闯柳氏集团在先 我 也是依照家规办事啊 家规 西元 西元为了你们这只费心费力 签下了星月集团这样的大合同 你们呢 落井下石 这就是你们柳家的家风吗 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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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跟星月集团签下这个合同 在这之前 其实 我早就悄悄的打点磨了 好 你以为 后面签的几单大合同 真的是跟你当了几天总裁有关系 实话告诉你 他们是看中了我们柳家 和星月集团的合作 想顺水推揍罢了 你也是这样吗 我只能是乐器好而已 你 你让我记一记 看什么看啊 软热门 你们给我记着 都给我记着 样子 你们会跪着求他回来 我 肖然 通知你一件事 柳氏家族除了西云之外 别人跟我没有关系 爸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星月集团 说咱们提供的原材料质量不过关 拒绝收货 而且还让咱们退还货款 赔他三个亿的违约金呢 你说这个咋办啊 我的爹呀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 不是 你在里边做手脚了 爹呀 你可真冤枉我了 咱们公司提供的啥材的 我都不知道 我咋做手脚啊 你说呀 爸 不好了 又怎么了 咱们之前签约的几家大公司 突然宣布 不跟咱们合作了 这可怎么了 这都到底怎么回事呢 哎 哎哎哎 哎哎 啊 爸 爸 爸 晓云 好久不见啊 妈妈好想你啊 哈哈哈 天天不是刚见过吗 二老这么见过 咱们母女之间有什么隔夜仇啊 这不是妈妈来看你来了了吗 哈哈哈 你到底想说什么 哎呀 你是知道你爷爷那个样子 他是经不起别人顶撞的 我们现在还是觉得 你最适合做柳氏集团的总裁了 嗯 你们是想请我回去 咱们一家人 总是要和和气气的嘛 哎 我听说 星月集团 点名想跟西云合作 你们柳氏 现在逼您破唱 你是怎么知道的 西云 别听别人瞎说 总之啊 你是最适合做总裁这个位置的 你是 你还是很愿意回到咱们柳氏集团工作的 对吧 我知道 西云想在柳氏工作 不过 我要你们把柳氏总裁的实权交回来 实权 我再说一遍 是实权 向然 你说爷爷为什么突然又叫我们起 去吃饭呢 我想还是因为你总裁的身份吧 你想啊 他今天约在江河酒店 也估计啊他还是有事要求的 我不想去 好了 伸手还不打少年人呢 对吧 而且你想在事业上 有所发展 还真的要多跟他们打交道 他们这样对你 你都不生气 你老公我胸怀大志 跟他们放不上手气 就你多两大 爸 妈 怎么先进去就行 今天顾客特别多 没有贵宾卡 就得排队 一个小小的江河酒店也保这种影响是 像你这样的土老帽 进过这么高档的饭店吗 这不是鼎鼎大名的龙华柳家吗 吃个饭还得排队吗 你们周家还敢回来 不怕那蒙面沙神在找你们 又是你这狗腿子 咱俩的事还没有完呢 还敢指我 忘了你手指跟腿的事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江南王柳小天 已经决定支持我们周家 很快 你们这些不入流的家族 那给我们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家不入流啊 这柳家 不仅不入流 是人家人话都听不懂话 看见了没有 这就是江南酒店的会员卡 柳西鱼 只要你愿意跟我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就放你们柳家一天生活 怎么样 你做梦 你可真是个老滑头啊 我刚才耍你们的 你们现在后悔也晚了 本大爷已经看不上柳西鱼这种货色 宝贝 这是韩家三强 想想 你不是柳家 这什么东西 好一个清晨美人 柳西鱼 不过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表面越是清晨 私底下就越脏 死 你个小憋三还想跟我动手 来来来 你往我脸上打 宝贝 你好嚣张 我好喜欢啊 没想到还有这种要求 我杀了你 别冲动 这枪是个弄毒不轻 我这腿也是大打断的 废物 那你上啊 报仇啊 宝贝 我们喊着弄死 自己千万别受伤 对 快叫人 叫人弄死他 滚开啊 你疯了吧你 连韩家的人你也敢得罪 你还想害得我们留家 滚开吗 放心 有什么事要自己担着 你个废物 你还想别再碰上人 没事的 放心 喂 喂 其三哥 我是周志康 你干什么事 你赶紧再过来 你想死定 鞋当门的人马上去 奔培到底 鞋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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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咱们怎么还想像龙瓦 鞋黑道 那你怎么了 这回事都怕了 晚了 鞋鞋 你来一下江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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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不着 是我 又怎么样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有点福气 希望你一会哭的时候 不要太大声 谁哭谁笑还不一定呢 不想死的 先给我跪下道歉 然后各抽自己十个耳光 鞋老三 看起来我腻了 你别追给他 小人 你就是个吃软饭的 人打架都只会救你们人 他们快关他 不要不要不要 大哥 对不起 是属下疏忽 忘了让江湖酒店做好接待准备 宝贝你别生气 咱们以后有事机会弄死他